进入焦点对话来关注今年第三号台风隔美的最新情况 根据中央气象台消息 隔美预计今天夜间在台湾花莲到基隆一带沿海登陆 接着还将穿过台湾岛 于明天下午到夜间在福建福顶到近江一带沿海再次登陆 今天上午8点 隔美已经升级为今年第一个超强台风 中心最大风力达到17级 中央气象台随即发布今年第一个台风红色警报 而在二次登陆之后 隔美还将深入内陆 联手冷空气制造大范围强降雨 气象资料显示隔美云体庞大 随着强度进一步增强 它或将成为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的封王 隔美来势汹汹 台湾本岛全部列入路上警报范围 今天岛内21个县市宣布停班停课 民众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目前台风隔美暴风圈已涵盖台湾东部大部分地区 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等地 局部出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今天下午5点半受风雨影响 花莲移动楼房顶部石板坠落 砸中了一辆白色轿车 造成两人受伤 台风逼近也给岛内交通带来影响 截至今天中午 共有291架子航班受到影响 台铁也宣布 自今年中午12点到24点 全线列车停驶 行程是稍微有点耽误 但是安全还是最重要 为应对台风隔美 岛内各大卖场超市 从昨晚开始紧急备货 但还是赶不上民众的扫货速度 排队的队伍尝到看不见尽头 更有卖场成立台风专区 泡面罐头的备货量 都比平常增加三到四成 昨天台湾传统市场蔬菜 平均批发价 比前一天也高了12% 创下近半年来新高 目前台湾隔美正在以 每小时14公里的速度 靠近台湾岛 最新情况 我们来看 东方卫视特约记者 马浩然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 是台北市的内湖地区 现在大概是晚上的7点多 今年第一个登陆台湾的强烈台风 它的中心位置呢 一直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登陆台湾 目前还在宜兰和花莲的外海 发生了一些迟滞的现象 也就是说这个台风呢 它其实行进的速度 相对是比较慢的 那么预估会在 今天晚上的8点甚至到12点 它的中心位置 才会从宜兰和花莲的交界处 登陆台湾 那么一直要到明天的上午中心位置 才会逐渐的脱离台湾 进入到台湾海峡的北部 但是呢 它的整个暴风圈要离开台湾 也许会是明天的中午以后的事情 那这一次的这个台风呢 所带来的雨量会是相当惊人的 在今天晚上的8点 到明天晚上的8点 这24小时之内 预估台湾宜兰以南的山区 到台中以北的山区 有可能会在这24小时之内 江下500毫米以上的雨量 这是达到了特大豪雨的程度 那么至于其他的山区呢 也有可能是在350毫米以上的雨量 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县市政府宣布 明天继续停止上班上课 那么在台风所造成的灾情来说呢 目前来讲最主要的都是一些路数倒塌 或是房屋屋顶受损的情况 但是很不幸的在高雄 有一位富人在骑车的时候 是被倒塌的路数撞到 送医之后不治的 当然我们希望的灾情不要再继续 也希望在未来的24小时呢 台湾都能够很顺利的 能够防御这次的台风 有关这个话题 我们在北京演播室 请到了中国天气网的首席 气象分析师胡孝来讨论一下 胡孝 隔美今天增强为超强台风 从气象资料来看 它体积非常非常的庞大 大家也在严阵以待 在你看来 它的登陆会给台湾岛内 带来怎样的冲击 另外它如果穿过台湾岛 它的强度会有所减弱吗 现在是这样 从它的强度上判断来讲 截至到目前 它已经是今年西北太平洋的锋芒了 强度是很强的 当然对于我们台湾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来看 是相对比较全面的 主要是风和雨 风的方面 其实我们要特别关注 就是中央山脉以东的迎风坡 这个风力可能会更强 刚才视频当中 也看到了很多地区的风力 可能在16级 甚至是17级以上 这样的一个风力 当然更需要关注的 实际上是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 过去的几个小时 从台风的移动动向上来看 它有一个相对比较缓慢的停滞 这个就会造成对台湾的影响 持续时间会更长 所以累积雨量会比较大 目前来看 从过程累积雨量来看 不少地区可能都会突破1000毫米 这个雨量还是非常惊人的 可能未来两到三天 次生灾害也会非常的频繁 那么它穿过我们国家台湾岛之后 进入到台湾海峡 强度会有所减弱 在二次登陆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台风 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了 好的 我们稍后再请教你 那么随着台湾 台风的隔美 明天将在福建沿海的二次登陆 福建浙江等地 已经提前开始应对和准备工作 随着台风逼近 今天下午 福建莆田市沿海区域 已经出现降雨和大风天气 莆田市今天上午 将防台风应急响应 提升为二级 并要求所有渔船 渔排人员回港 目前莆田市上万艘各级渔船 已经尽数回港避风 远远上岸 截至今天上午10点 福建沿海共有66条 客渡运航线 180艘客渡船停航 其中4条两岸小三通 客渔航线全部停航 此外 铁路南昌局 计划停运福建省内 明天全部旅客列车 和后天的部分旅客列车 厦门 张州 龙岩等火车站 紧急增设人工窗口 为旅客提供退改迁服 在浙江 泰州温岭基沙滩景区 已经暂停营业 现场也提前布置了安全警戒线 并安排人员指手巡查 另外 附近尊庄也采取防范措施 在门窗外安装防护木板 叠加防序沙带 全力增强防污抗风能力 在浙江州山 截至昨晚 60个在建水上工程项目 全部停工 海事部门要求施工船舶 尽快有序撤离避风 目前 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 提升至三级 部分景区已暂时关闭 好 有关浙江的情况 我们来连线美丽浙江的记者行臣 行臣好 这个随着隔美逼近 有没有感觉任何台风 要来的情况在杭州 那么对于隔美 当地又有哪些防范和应对 好 主持人 目前呢 我所在的位置是浙江杭州的主城区 其实在今天傍晚的六点左右 市区内市刮起了一阵风 天空中呢 也飘起了乌云 但是目前这个时间 晚上九点三十分左右 是风势暂歇 闷热持续 从我个人的体感上来说 还没有任何台风带来的气温 或者是天气上的变化 那么随着台风隔美的不断逼近呢 在今天中午十二点 浙江省防汛防台应急指挥部 将省级的防台风应急响应 提升到了三级 虽然呢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来看 隔美直击浙江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外围风圈带来的影响 也不容小觑 在稍早前呢 我从省防止了解到一组数据 首先呢 但是人员转移方面 截至今天的十六点 浙江省已经转移人员 一万零四百一十一人 主要是台州 温州 宁波等沿海城市的群众 其次呢 是隐患排查方面 今天一天 全省市共排查发现了 一千七百零六处风险隐患 二十二号以来 累计排查发现了 四千四百八十四处 完成整改 四千两百五十七处 整改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 在风雨到来之前 及时查路不缺 另外呢 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 也在九十六点发布了 风暴潮橙色警报和海浪的最高等级红色警报 可以说 受台风隔美的影响 海面上风浪较大 目前呢 浙江共有六百一十二艘施工船舶 到达了安全水域避风 同时 全省五十八条沿海客运航线 也根据海事部门的指令 停运了三十二条 确保海上安全和沿海的交通安全 可以说 面对台风隔美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 浙江各地早已提前采取行动 做好了充足的应对准备 那么主持人 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行程 台风还没有来 希望浙江已经严阵以待 那么中央去降台预计呢 隔美将会进一步影响华东的部分地区 今天上午 今天下午五点 上海中心去降台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 同时启动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眼下正值盘逃上市高峰期 为了尽可能减少台风过境造成的落国损失 在金山旅巷 果农们凌晨四点起床 抢收成果 像这种作果率比较高的桃树 容易受台风影响 像这种成熟度的话 我们要提前抢收 在台风隔美的外围环流影响下 上海今天风力增大 气温稍有下降 还呈现出蓝天白云的水晶天 蓝天白云很好看啊 有个点子去做的有点缝 体感上还可以 感觉还可以蛮舒服的 气象部门预计 隔美对上海的影响将是风大雨雨 预计25到27日 以这雨天气为主 可能伴有短时雷雨 我们继续请出胡销 这一节我们还要连线 中国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的 研究员朱雪松 朱先生 这个气象部门预计 隔美对上海的影响将是风大于雨 那么在您看来 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 目前上海已经启动了 台风的四级应急的响应 您觉得咱们应该重点防范哪些方面 好的主持人 这次台风隔美对于上海的影响 最大可能是风大雨 但是对于台风在北上过程中 因台风螺旋雨带 扫过上海再来的短时强降水 也应该注意防范 请以气象部门最新发布的 气象预报预警信息为准 那么具体而言 今天下午 刚才主持人提到 我们上海中英台已经发布了 台风蓝色预警信号 预计受台风隔美外围环流影响 25日期本市东南风增大 阵风可达7到8级 26到27日为主要影响上海时段 风力将进一步增大到8到9级 高层建筑基 沿江沿海地区的阵风可达9到10级 请注意防范台风对于高空作业 交通出行以及农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好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主持人 我们继续请出胡销 胡销你刚才也说 如果台风在福建沿海再次登陆的话 那么它将会减弱为台风 那么届时对于东南沿海 华东地区的天气 能有怎么样的影响 持续多长时间 从防御上来看 我认为还是有重点的点 和面上的防御两个概念 第一个其实我们要关注 它登陆的二次登陆 我们国家福建的这样一个时间 从目前看应该是在明天的稍晚 那从它登陆地点上来看 应该是在从福州到莆田这一线 所以像福州这些大城市 可能需要特别的注意防范风雨的影响 应该是风雨影响 也是相对比较集中的这样一个大城市 那么从面上来看 这个台风个头比较大 这个影响范围又会比较广 所以会带来相对比较充沛的水气 所以制造的降雨强度还是比较强的 像是福建包括刚才新闻提到的浙江的南部 广东的这个东部 甚至深入内陆之后 江西不少地区降雨也很强 可能累计的这个雨量也会达到大暴雨 局地可能会更强 所以雨势比较强 防范起来也需要特别的警惕 主持人 那么时间可能会持续多长 从现在来看 这个对华东影响的时间 恐怕到26号晚些时候才能趋于减弱 到27号台风陆续这个向北移动 这个或者是残留云气向北移动 它的强度才会明显的减弱 影响也会趋于结束 好 谢谢胡销 那么气象分析指数 从目前的预报来看 隔美登陆之后 路径和杜苏瑞非常相似 去年第五号台风杜苏瑞登陆之后 其残余环流深入北方地区 导致金经济出现极端暴雨 引发严重的天气灾害 为此针对隔美行径的路线 北方地区 尤其河南 河北 山东 辽宁等地 需要警惕台风可能导致的强降雨 目前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已经针对北京 河北 天津 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今天上午 北京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预计到明晚八点 北京大部分地区将出现 小时降雨量超过70毫米的强降水 城区存在积水风险 密云 淮柔等部分地区 降雨量还将超过150毫米 可能诱发山洪 泥石流等自生灾害 根据最新降雨预警 北京S2县 淮柔 密云县 通密县所有列车全部停运 多家景区临时避原 北京应急办发布防护指引 提倡降雨期间采取弹性工作方式 或错峰上下班 停止线下培训和野外教学活动 天津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 大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 西北地区个别点 未降雨量可达150毫米 并伴有雷电 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目前天津已启动防洪四级应急响应 好 继续请出两个月 胡销隔美东路之后 大家都在比较和去年杜苏瑞 那么有的人说可能会非常相似 也有人说可能不太相似 跑得比较快 你怎么看 从现在这样一个气氧条件分析 我认为从路径上来看 它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 但是从整体的大气环流的背景来看 它和去年的杜苏瑞 还是完全不同 去年杜苏瑞北上之后 当然也是残留云系北上 它的滞留时间很长 所以降雨累积雨量是很大 三天河北沿山不少地区 累积雨量突破1000毫米 那么这次台风 同样也是相似的这样一个路径 但是在北上的过程当中 它移动速度 也就是它的北侧的高压系统 相对会比较弱 所以给它一个继续转出的 这样一个通道 所以它不具备像去年 这样极端强降雨的出现的 这样一个可能 但是我们要提示 从现在这个趋势来看 它依然是北上 影响我们国家 黄淮 华北 甚至东北南部 所以可能制造的降雨 还会比较强 尤其是单场 水气比较充沛 雨量也会比较明显 应该说现在到华北 东北已经是进入到一年当中 降雨最频繁 雨是最强的时段 也要做好防范 主持人 我们再问一下这个朱先生 朱先生 去年大家都记得杜苏瑞 给津津地区带来了 这个极端的暴影 发了洪涝 泥石流这样的严重的灾害 那么不管怎么样 如我们为了防范 隔美带来的类似的影响 您觉得咱们应该 在哪些重点区域 加强防范 以及采取哪些 有针对性的措施 这样子的 我们这次隔美的台风 我们预计 我国的台湾 福建跟浙江南部地区 有大暴雨 局部可能超过500毫米 其中在台湾地区 最大累积雨量 可达800到1000毫米 此外 这个台风穿过福建北上后 可能还会在 华北地区产生强降水 局部累积雨量 也可以达到 250到400毫米 所以鉴于 此次台风的 这个强降水的过程 对于华东沿江沿海地区 我觉得应该加强防范 做好预报预警信息的 发布和更新的工作 因为可能后面路径 还会有所调整 对于华北京津义地区 由于前期实际上已有降水了 所以应该加强 防范城市的激劳风险 并关注 因为强降水 可能诱发的山洪 泥石流等 这一类的滋生灾害的发生 好的主持人 好的 谢谢二位带来的分析 关于台风隔美的情况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您正好